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望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 4H美国厂进度超慢 其实不是台积电的货 最大问题是这个 一二线集体破房了 这个过年,一二线楼市算是集体破房了 哪怕使劲浑身解数去旧市 但市场依旧表现得一潭死水 公众号樱桃大房子发文说 过年各大机构的数据都陆续出炉了 各家数据多少有些出入 但基本上都不大乐观 克尔瑞监测到的过年新房成交情况 44个重点城市在过年周成交量仅为23.38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87% 同比下降40% 较2022年同期降幅也达到了82% 中指院的数据显示 2024年过年假期期间 2月10日至17日 其监测的25个代表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较2023年过年假期 2023年1月21日至1月27日下降约27% 诸葛找房统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苏州、青岛、南京等十个城市 无论日均成交还是总成交都是近五年新低 这头开发商在妈脸痛哭 那头二手房东却舒缓了一口气 贝壳研究院监测 2024年过年假期 重点50城市二手房看房粮和交易量水平比2023年有大幅回升 贝壳的线下数据显示 123线城市的二手房带看量都有明显提升 一边是新房冷冷清清 一边是二手门庭弱势 原因出在哪里呢? 深圳过年二手房成交量也逐渐回升 得益于限购松绑 价格降到位了 都说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 只有不到位的价格 前不久 仰日湾判73平两房 业主报价858万 单价11.7万 就在两个月之前 去年11月同户型成交价 还是1030万 现在仅仅两个月又跌了172万 但凡二手房价格降到位了 只要位置不是太差的 都不会筹卖 重大信号 房市要大起大落 中共要求各地编制年度住房计划 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27日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科学编制精明两年的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根据住房需求科学安排土地供应 引导配置金融资源 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 结构合理 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通知指出 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是建立人 房、地、前要素联动机制的重要抓手 各城市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准确研判住房需求 完善保障家市场的住房供应体系 通知还提到 要以政府为主保障寿星族群刚性住房需求 以市场为主满足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科学编制2024、2025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根据人口变化确定住房需求 根据住房需求科学安排土地供应 引导配置金融资源 实现以人订房 以房订地 以房订钱 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 结构合理 还能撑多久 普今年中共已撒币于4000亿旧股市 阿波罗网李东奇报道2024年开年后 中国股市持续暴跌 在中共政府出手救市后 滬指短暂回到3000点 但26日三大指数再次集体下跌 代表外资的北向资金净流出13.13亿人民币 显示市场信心流失 并未因北京接连出台的救市政策而恢复 据彭博援影瑞银集团估计的数据 中共政府支持的基金今年已向境内股市注入 超过4100亿人民币 预计将进一步购买 瑞银的计算数据 基于54个中国交易所交易的基金的超额交易 分析师表示 超过75%的资金流入追踪 基准护生300指数的产品 另有13%流入护生500指数的产品 渣打银行仅以商业原因解释了对QDII 和隔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暂停 QDII是于2006年推出的境外投资管道之一 旨在帮助中国财富和企业客户投资离岸基金 债券和其他结构性产品 报道指出 自2006年以来 渣打银行已获得总计28亿美元的QDII额度 在外资银行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汇丰银行的47.3亿美元和花旗集团的35亿美元 渣打并未公开披露已使用了多少配额 美国厂进度超慢 其实不是台积电的货 最大问题是这个 台积电雄本厂于24日开幕 仅花20个月就盖好一座晶圆厂 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但另一头比较早宣布的美国厂 竟延后量产时间至2025年 让台积电承受巨大压力 美国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智库 CSE T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 发布报告指出 自1990年以来 全球已经新建635座晶圆厂 平均建厂时间为682天 日本的效率最高 平均仅花584天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建厂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1990与2000年代 美国平均只需要675天 但到了2010年代则暴增至918天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视频内容是 这个走线客火了 对着全世界说习近平不行 阿波罗网报道 三中全会还开不开 李尚福被悄然踢出中共军委 绕过北约直接出兵 乌军战况危急 这些有钱双边安全协议国家将动手 只是徒劳环绕 南韩称北韩万里静一为正常运作 无卫星征兆功能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